高圆圆 没有滤镜没有美颜画质也胡成渣 雷佳音这张几场图 她的确完美容入路人中 不仔细看还真的发现不了是雷佳音 就连她的粉丝都调侃 说雷佳音这叫做完美容入群众 非常接地气 路人镜头下的洋洋男神 真的是360度无子角 怎么拍都那么帅气 赵丽颖是圆脸的代表 形容她时总赏不了可爱二字 不过她脸也是真小啊 尤其是静看 一张小圆脸配上精致的五官 气场简直两米吧 太赞了 路人镜头下的吴亦凡 也是同样的五官身碎立体 身材可长相 都是妥妥的男神高配 在人群中十分显眼 名副其实行走的一辆子 蔡学昆的颜值想必 就不用小编多说了 完美的五官简直无懈可击 可甜可蒙的蔡徐坤 好看的让人无可挑剔 真的是颜值逆天啊 像是新走的你妹收割机 所以路人的镜头完全不再怕的 粉丝们自行点评吧 路人镜头下的迪丽热巴 baby以前是模特出身 身材真是太瘦了 平时在电视上baby可能是我觉得最漂亮的女星 但是路人镜头下的baby 确实不长得好看啊 皮肤并没有那么白嫩 笑起来也不如我想象的那般好看 Andra baby Andra baby 以前是模特出身 但是身材真是太瘦了 平时在电视上baby 可能是我觉得最漂亮的女明星了 但是路人镜头下的baby 确实不长得好看啊 皮肤并没有那么白嫩 笑起来也不如我想象的那般好看 所以只能打得60分了 路人镜头下的林心如看起来 面容憔悴 一点精神都没有 看第一眼以为就是一个路人甲呢 镜头中的那扎皮肤白嫩 五官精致 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就是仙女本人 面对镜头 那扎始终保持微笑 荧幕上的王俊凯 反而没那么闪性 把照脸容易显得婴儿肥 但本人精致的就像丝娃儿一样 脸超级小 眼超级大 睫毛又长 皮肤超级好 总之就是精致 路人镜头中的关小童颜值是真的很高的 气质也是超级好 在人群中会显得格外的出众 而且看到周围围观的群众 关小童也是各种亲切的打招呼 微笑点头和挥手 路人镜头下的杨妮 网友 杨妮是真的瘦 但是不怎么笑有点冷漠 唐烟的瘦 可算是在娱乐圈内的数一数二的了 但是人一旦太瘦 就会让人觉得没有精神 但是从路人曝光的 在商场里做活动的唐烟 虽然依旧是那副瘦靴的样子 但是身材看起来也是老徒有志的 网友在超市买东西 偶遇讲心 真人看上去很高调 不像电视镜头里 威武雄壮 而且高傲 难以接近 路人镜头的郑爽也很小清新 随意的别着一个天蓝色的小发家 但是她的颜值成功弥补了这一吐气的装饰 而且靠近了看她的皮肤保养的还是比较好 白里头红 波浪长发 显得也特别的女人呗 路人镜头下的范冰冰和音屏障的她并没有什么区别 简直美到发光 不论是哪个角度都没人动人 看来我们的范爷是真的美 路人镜头下的陆寒也是帅气十足 而且对待所要签名的粉丝也是很有好啊 性格还是不错的 路人镜头下的肖战小哥哥 以前一直没有get到她的眼 这真的是完全不需要修图的神经美颜啊 侧眼也是好看到不行 请问小哥哥是看到了什么如此惊喜呢 这笑容 这水嫩皮肤 我是真的服路人镜头 吓得大老化身萌萌的林家弟弟 舔嘴唇真的穿着毛点 路人镜头下拍摄的居镜衣 只想说 这哪里是居镜衣啊 这不就是仙女本人吗 这样的气质实在是让人佩服了 李一峰 属于那种路人随手一拍 都能拍出惊人 美貌的颜值实力拍 不管镜头角度多刁钻 像拼有多糊 李一峰都没在怕 因为她真的很帅 神似而次元男神 欢迎关注小编课 随时了解最新电视剧 网剧电影动态 明星八卦